好真的是让人很担心 因为这名70多岁的确诊老汪 他曾经前往了阿曼达舞厅来跳舞 现在舞厅已经停业了 同时也展开消毒 但是这样的照片 已经在舞蹈社团里面曝光了 很多人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人 都没戴上口罩 甚至按1112 他可能也就在其中 不过对此呢 舞蹈老师则说了 自从去年爆发了疫情之后呢 舞蹈教室教学都规定要采取实名制 而且都要戴上口罩 不能够对跳 只能各跳各的 现在专家就说了 的确进驱离跳舞 没有戴上口罩 这飞沫和接触传染风险非常高 穿着亮片舞音 男女舞者大跳社交舞 现在跳社交舞成为染疫破口了吗 照片中跳舞的民众 有的戴口罩 有的没有 确诊的按1112 传出到这家阿曼达舞厅 照片曝光 40到50多岁的叔叔阿姨一起 随着音乐跳社交舞 按1112 70多岁老翁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其他教室的舞蹈老师看了照片分析 舞厅跳的都是社交舞 疫情之后像这样不戴口罩跳舞 让舞蹈老师看了直呼 传染风险太高 从去年开始 就是上课的时候 就要戴口罩 而且严峻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够对跳 就自己跳 跳舞 因为近距离接触 而且时间还蛮久的 然后也会 会有点 呼吸会比较急促 甚至有时候会讲讲话 所以这个 传染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 专家直指 近距离跳舞不戴口罩 不但飞沫传染 肢体接触也可能会接触传染 目前阿曼达舞厅已经停业 也进行消毒 但就怕跟当初确诊台商 到金巴黎舞厅一样 引发恐慌 桃源市长郑文灿也说 八大场所防疫 务必严加管理 疫情风险有提高 我们对室内场所 这个八大场所要求戴口罩 我们会再强力的要求 专家也建议按1112 在舞厅的接触者 必须都要裁剪 避免疫情又扩大 记者综合报道 而现在大家最恐慌的是 华航园区的诺富特饭店 今天上午紧急呢 是撤离了机组员清空了 而且外头看到很多游览车 也来接驳 就有司机说了 其实昨天晚上 他们已经接到消息 说里面的人 有人确诊要撤离 好 现在桃源市长郑文灿 他受访时候也证实了 的确疫情出现了变化 现在饭店有主管确诊 因此呢 诺富特饭店才会需要消毒 净空14天 工作人员身穿防护衣 全身包紧紧在华航园区待命 因为诺富特传出疫情有变化 29号清晨被要求全部清空 进行大烧毒 陈时中一早到诺富特 作证指挥紧急进驻 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要把大家都撤离到集中检疫所 那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我们感到歉意 那不过集中检疫所 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大家及时的隔离 不但会保护自己 也会保护到家人 也会保护到社会 那我们会尽全力 把大家安置好 饭店传来广播 陈时中先是道歉 再承诺会把大家保护好 而桃园市长郑文燦 在市议会接受咨询时 也坦承疫情有扩大趋势 防疫风险足迹比较复杂 决定将422人 安置到其他防疫旅馆 消毒进空诺富特14天 诺富特饭店 那么进空之后 那我想 它必须要清销进制 让这个环境可能的风险 降到最低 我想疫情风险有提高 我们对室内场所 这个八大场所要求戴口罩 我们会再强力的要求 一辆辆游览车 开进诺富特 撤离隔离机组员 传出的一名主管感染源 还要再厘清 记者帧头报道 速度车转出的一名主管感染源 座护离机 判离机组员